A.J. 賴喻哲 好,哈囉大家好 這邊是 乙團之名第十四期 我是A.J. 賴喻哲 然後其實這個十四期呢 我昨天就應該 想要PO上演給大家看 但是因為昨天呢 我們下飛機到杭州的時候 發現到酒店已經晚上十點半了 然後真的是太累了 所以就沒有拍 那今天要幹嘛呢? 今天就是 其實今天沒有要幹嘛 今天就是呢 帶大家看一看 房間 然後 有一個小東西要學 小小小小 有一個小小的 是想要宣佈就是呢 下一次想要教 BLACKPINK的歌 然後請你們在下面留言 你們想要學哪一首歌 這個 這個暗示好像有點明顯 所以呢 今天呢 就跟大家先聊吧 因為其實現在已經很晚了 而且都已經 晚上快十二點了 然後 終於可以把這個十四期拍掉 然後 來吧 跟大家先聊一下 然後 這個呢 是我們的 房間 然後呢 一個人睡兩張床夠大吧 然後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沒吃晚飯 我呢 吃的是 肉 魚 菜 湯 再配上一罐水 這是我今天的晚餐 然後 VLOG嘛 隨便聊聊 哇這邊 這邊的光比較好 剛剛那邊的光太可怕了 然後 我還在想我今天要 睡哪一個床 喔 然後呢 這個呢 是 李星成送的眼 李星成送的眼照 我都有戴 星成我一直都有戴啊 然後 每天晚上我睡前一定會 花時間在這個東西上面 非常喜歡打switch 然後呢 誒 這個是昨天 粉絲們送的 然後 挺可愛的 我好像看過蹤影跟瓦吉用過 然後 還能講什麼呢 然後 明天就要離開酒店啦 所以我已經把我的行李箱都整理好 大概就是 這個樣子 然後 以團之名的第 以團之名的第十四期 是不是有點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今天呢 我們有一個表演跟一個直播 就是 Black Ace 我們的直播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 其實好像有些人發現我今天不想打哈欠了 因為 昨天晚上我不小心太晚睡了 到 四點才睡 所以呢 今天 不小心有點困 還被龍哥打了一個手 然後 嗯 然後 希望今天晚上 我們 大家就一起早點睡吧 好不好 這個十四期就是有一點 太居家生活了 不過要記得在下面留言就是留 你們想學的 Black Pink的新歌 OK 好嗎 那我們以團之名的第十四期 今天就到這邊囉 掰掰